第364集 康寿宫 蒋太后靠坐在美人榻上 红叶姑姑拿着美人锤 一边轻轻敲打着太后的小腿 一边将御花园发生的事儿 说了一遍 倒是没想到 杨如新能入了芳妃那丫头的眼 蒋太后笑了 别看蒋芳妃对谁都和蔼可亲 凡事不争不强 其实那丫头的戒备心 却比谁都强 绝对不会轻易地对任何人交心 更不会轻易地得罪人 太后 红叶姑姑抬眼看了一下蒋太后 这些年 这王姑娘在太后跟前乖巧的跟猫一样 可是对着别人 后面的话说不出来了 唉 蒋太后摆了摆手 示意不要敲了 红叶姑姑急忙将锤子放下 上去扶太后起身 那孩子小时候还是很讨喜的 蒋太后扶了红叶的手 从内奸走到了罗汉床上 坐了下来 唉 谁知道 越长越歪呀 不过 反正已经急急了 到时候 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就是了 也全了这么多年的情分 那个孩子 不值得宠啊 红叶也不再说什么了 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会儿 你将这碟子蜜枣 给杨如新送过去 就说 老太婆知道 她委屈了 太后 这有必要吗 红叶皱起了眉 这对她是不是 恩典太圣了 嗯 她是道须子的徒弟 蒋太后摇了摇头 红叶微微地皱眉 或许别人不知道 哀家是知道的 云家跟道须子 有点渊源 当时道须子 可是给过皇后 一块信物的 红叶微微点头 你该知道 云门派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请得动的 可是太子 却将这个机会 给了顾清衡 太子看着 雷弱了一些 但是却是几个孙儿里 最仁慈 最睿智的一个 也是最像 他皇祖父的一个 顾清衡 是个有能力的人 虽然他改了名字 但是知情的人 可都知道 他就是曾经 属中顾家的大少爷 只是看顾盛的态度 哼 顾清衡的外祖 加书家 那可是不得了的家族 太后说起这些 显得十分的唏嘘 和无奈 红叶微微点头 好 奴婢 这就去 那杨如信 虽然出身低威胁 却是个有能耐的 将来 蒋太后笑了笑 哼 总之 现在照复着点 总是没错的 奴婢醒的 红叶将桌子上的蜜枣 装进石盒 拎着走出了门 琉璃宫 云儿 你为什么那么 护着那个杨如信呢 萧锦 这一上午 都憋屈得要命 脸色一变 难不成你 我跟他合伙做了生意 齐景云抬眼 看着萧锦 店铺 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 我出征之前 就会开业 什么 萧锦瞪大了眼睛 你为什么要那么帮他呀 母妃 你怎么知道 不是他帮我呢 他 还有 记得提醒公家 收敛一点 今天父皇的话 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再继续张扬 谁也护不了他们 直到太阳偏西了 那去送信的海东青 也没能回来 萧锦帝不高兴了 原国这是不将大宣 放在眼里呀 相互脑门上的冷汗 就没断过 只能解释说 这应传信 也是会出意外的 既然这样 那就不谈了 宣锦帝不耐烦的一挥手 什么时候 你们不出意外了 什么时候再说吧 然后看了眼蓝公公 将将使臣送出皇宫 什么时候有了确切消息 再让他进来 说完 直接走了 将使臣 请吧 蓝公公公敬地冲着江户 一弯腰 江户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可是使臣 理应住在宫里呀 可是直到出了皇宫的大门 这才反应过来 人家大宣皇上 不伺候他了 他想回去就回去 想要留下 也不会赶他走 从此之后 却要他自己掏钱住宿吃喝了 哪有这样的 可是宣景帝就这么干了 大人 怎么办哪 跟来的援国使臣 也迷茫了 还能怎么办 相互咬了一下牙 先找地方 住下再说 皇上没松口 他连朝廷驿站 都是住不进去的 所以 只能自己包客站住了 或者是 自己租个 或者买个院子了 他倒是带了一些银子 舒坦得过个年半载的 都没问题 但是今晚晚了 一行人 只能找了一家客栈 先住下来 比试取消了 等了一下午的大臣们 也都陆续地出了宫 那不是江世辰他们吗 杨如新坐在马车上 往外吵的时候 瞧见了江户等人 住进了一家 十分不错的客栈 媳妇 你要做什么 现在没有差事 郭清衡就跟杨如新 一起坐马车 此时看到杨如新 眼里的脚狭 顿时有些好笑 跑到咱们这里 还那么嚣张 总得给他点教训看看 杨如新摸摸下巴 哎 你说 让他尝尝 没钱的滋味 可好 你说好就好 杨如新捏了一下 顾清衡的脸 我就喜欢你这样 没原则的样子 杨如新说着 将小绿揪了出来 直接扔了出去 顾清衡的嘴角 抽了抽 小绿更是有苦说不出 啊 这个女人对我 越来越暴力了 不过 吐槽归吐槽 还是馊的 没了踪影 好会偷钱 哼 你可不要小看她 她的本事 大着呢 杨如新点了点头 然后将马克 叫了过来 你盯着他们 有什么动作 立刻来报 马克点头离开了 小绿的办事效率 真不是盖的 马车到达将军府 停下的时候 他也回来了 不光自己回来了 尾巴上 还挑着两个荷包 一个荷包里塞了 三万两的银票 另外一个荷包里 放了一门印章 顾清衡在纸上 将那印章印了一下 正是江户的名字 没了这个 江户在钱庄的银子 取不出来 这下 它可谓是 真的一清二白了 要回去 都困难了 说着 忽然举起 那枚印章来 对着门口燃起的灯笼 看了过去 房间里 顾清衡一个用力 就将那枚石头印章 给拧开了 那印章的里面是空的 藏了一个很小的水晶瓶 瓶子里是一点 透明的液体 杨如新嗅了一下 忽然脸色一变 这是剧毒 具体什么毒 他看不出来 毒药 顾清衡皱起了眉 那江户 想做什么 肯定 是要杀水 杨如新笑了笑 虽然我不知道 这毒药的名字 我却知道 这是无毒无色的 慢性毒药 这次小绿 可是立了大功了 看样子 还得多派几个人 去监视那个家伙 一夜无话 第二天 顾清衡依旧去当差 毕竟绣刀位 还没交回去 原本协议签了之后 原始离京 那么他也就可以休假了 夫人 就在此时 杜娟走了进来 明里那边有了突破 发现什么了 这小子 还真有点本事 昨天 他们跟顾彻认识了 杜娟笑着说道 顾彻 我那个小梳子 杜娟点了点头 昨天 搜秋月带着顾彻 一起去了牛角糊涂 啊 带着顾彻一起 去见邓达 杨如新的眼睛亮了 这是趁机 去见今天了 什么 杜娟一时 没反应过来 之前 我还只是怀疑 现在 我已经可以肯定了 杨如新站起身来 来回走了两圈 那个顾彻 就是邓达的儿子 就算不是 估计周秋月 为了安抚邓达 也会这么说的 这个时代 没有亲子鉴定 的确认亲根本不靠谱 所以 只有当是人信了 那么假的 也能变成真的 那你公公知道了 还不得气死 杜娟的嘴角抽了抽 气死了 也活该 原本还想着 要怎么抓这个把柄 现在 邓秋月自己 就给坐实了 倒是 省了他的事了 当天晚上 顾清衡很晚才回来 带回了江户的消息 江户那边 丢了银子 丢了印章 可急坏了 已经报工了 京城兵马战司 已经接手要调查 江户也派了人 亲自回国 去请示去了 这些都在 杨如新意料之中 而关于 邹秋月和邓达的关系 顾清衡竟然 一点都不惊讶 我娘去世那年 过十岁 顾清衡轻轻地叹了口气 可以说 我娘还尸骨胃寒 邹秋月就挺着肚子 进了顾家的门 在花园里 解住了我 说我撞了她 杨如新伸手 从背后抱住了顾清衡的腰 现在说来轻松唏嘘的事 当年 那多大的承受力 才能撑过来呀 顾清信他 十分重视那个孩子 顾清衡将手 附在了杨如新的手上 当时说是早产 生下来 却是足月的孩子 只是当时我不太懂 后来才明白 一个早产的孩子 怎么可能发育得那么好 后来顾车 不断地中毒摔倒 哼 其实都是周秋月 自己弄的 最后全安在我的身上 顾清从此 视我危眼中钉 当初接生的婉婆 听说喝了酒 跌进茅坑里 溺死了 好在 会有师父 大多时候 我都不会留在顾家 出事的时候 我是回去给我娘上坟 结果中了毒药 幸好师父 早早地 就给我准备下了人 否则 我发现周秋月 跟邓达有关系 是有一次 我想我娘了 就爬在后院的树上 后来 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树下 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好了 都过去了 嗯 博清衡笑了 将杨如新 拉到了前面 拥在怀里 我跟你说这个 是因为我对这个顾家 一点感情都没有 如果实在恶心了 我可以改姓书的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无条件地支持 那个顾胜 能做到上述 说明这个人不笨 怎么全做的是蠢事呀 杨如新摇摇头 表示想不明白 那么就不想了 我现在想做的事 如何能将姓顾的 绑进牛角胡同的 那个小院子里 你想让他亲眼看看 嗯 其实你不用帮他 顾清衡忽然微微挑眉 看向了杨如新 既然 你都给他们做好了套 那么 让别人看见 比顾胜亲眼看见的效果 要更好 杨如新眨了一下眼睛 忽然就竖起了大摩哥 呵呵 要论腹黑 我真是自探不如呢 那就这么干 五月初六 齐景云的酒吧开业 取名为夜色吧 果然门庭若市 不过一开始来的 基本都是抱着 八戒齐景云的目的来的 反正花点银子 喝口酒而已 更何况 这酒吧的装修环境 挺有意思 但是 当有的土豪 将里面所有的酒 都点了一遍之后 这才发现 这里有平时在外面 能喝到的 白酒 青梅酒 杏仁酒之外 那些标着 特色独家供应的酒水 却是从来没喝过的 那味道 怎么就那么好呢 而且 大家还发现 这里的那些 点心小食之类的味道 也是出奇的好 这不就是地瓜嘛 怎么感觉 这味道不一样啊 是啊 这绿豆糕怎么吃起来 比外面的香甜呢 这花生 我怎么感觉 也比平时吃的好吃啊 所以 大家开始兴许事 抱着八戒的态度来 可是吃过喝过之后 他们终于发现 这里的东西 是真的好吃 一打听才知道 这里的东西 那都是特殊法子 培育出来的 那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 还有独一无二的 就是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规矩 哪有喝酒的地方 陪酒陪畅的姑娘 不让碰的 这里就不让碰 想瓢 出门又转 那边有青楼 这里只能听曲儿 聊天 说话 甚至可以陪你下棋 做话 就是不允许 动手动脚 否则 把你扔出去 里面请 杨如新和顾清衡 到了二楼 预定包间 允修恭敬地 推开了房门 齐景云 已经等在里面了 我们是来恭贺 开业大棋的 请坐 三皇兄 恭喜啊 就在此时 齐景亿满脸含笑的 也跟着杨如新 他们进来了 后面的无极手里 还捧着一个锦盒 齐景云已经知道 今天是不可能 跟杨如新单独相处了 随即 也就放下了 那个心思 冲着齐景亿 笑了笑 谢谢八皇帝 这是太子哥哥 给你的礼物 他不方便出来 祝你日进斗金 无极将锦盒 恭敬地 递了过去 允修上前 接了过来 等到大家都坐了下来 杨如新 掏出来几个瓶子 递给了齐景云 三王爷 我不管你们内部 有什么矛盾 但是这次 南兆骚扰我国边境 并且还勾结了烈火教 这都是国之大事 没有国 哪有家 几个人都皱了一下眉头 这是第一个 将夺位之争 摆在明面上来说的女人 可是 却让齐景云和齐景亿 都生不起气来 烈火教 训练了一批药兵 是很恐怖的存在 杨如新的脸色 变得有些凝重 就是那些人 被药物破坏了身体的痛感神经 痛感神经 就是能让人脑子里 反映出痛的身体组织 我这样的解释 你们明白吗 众人都点了点头 可是这些药人 没有痛感神经 那么就算刀砍在他们身上 他们也是不知道痛的 如果 再在他们身体里 重伤了骨 那么 只要有人用声音 或者命令 就能控制他们 除非将他们打得粉碎 否则 他们是不会后退的 听了这话 所有的人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且 他们还被药物淬炼 身体的力量和硬度 都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什么说 我们去了 就是送死了 齐景云的脸色很难看 也不是 杨如新指了指 桌子上的几个瓶子 这个 就是我要给你的 上次说过 我或许 能帮你破底 这是 这些 是我师父研制的 能让那些药人 恢复痛感的药水 杨如新微微挑眉 我所知道的是 那边训练了 大概有两千药人 那么 这四瓶药水或许不够 血差不多 只要你想办法 将这些药水 混进他们喝的水 或者吃的饭菜里 那么 他们就会在 两个时辰之后 恢复痛感 并且持续两个时辰 这可都是从 罗大罗二身上 提取的血液 反复试验之后 调配出来的药水 虽然会有点偏差 但是效果 绝对不会差 可是 他们是药人 怎么吃喝呀 那些药水 只是破坏了 他们的痛感神经 没破坏 他们的肠胃 他们同样需要 吃喝拉萨 齐景云伸手 握住了那几个瓶子 神情有些复杂 你不会是 连混进敌军去下个药 都做不到吧 杨如新皱起了眉头 本王要是那么没用 早就死了几百回了 齐景云看了眼 杨如新 然后站起了身 你们想吃什么 喝什么随便 今儿全部我请客 以后再来 就掏银子了 说完 转身出去了 齐景云撇了撇嘴 谁稀罕似的 不稀罕 那你掏钱呀 杨如新微微的挑眉 毕竟这里 有三成 可是我的 唉 当我没说 初八 天空下起了 朦朦细雨 齐景云率领 十万大军南征 准备平定南兆的骚乱 皇上亲自率领 魂武百官送到城外 杨如新自然不会去送行 顾清横去了 回来跟他说 场面十分的壮观 杨如新毫不在意 下午的时候 杜鹃拿了一封信 走了进来 夫人 这是允修刚送来的 说是一定要让你亲起 他原本不想送的 可是允修说了 如果他不送 那么他自己 会直接送到 杨如新的阁楼里 杜鹃无奈之下 这才送了进来 信是齐景云写的 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虽然你说的 以大局为重 其实我想 你是在关心我吧 杨如新忍不住 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痴笑了一声 抬眼看向杜鹃 你去告诉允修 让他转告他家主子 他喜欢我什么 我全改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蜡山里汉 蜡蜡山里汉 请不吝点赞 蜡山里汉